哈喽大家好 今天简单上手体验一下这款小米12S Ultra 因为体验的时间有限 更多的是讲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点 比方说影像系统的表现 以及改用台积电工艺的这个骁龙8家实际体验如何 话不多说我们先来一个快速开箱 之前在网上爆料的得照 有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那么这款树皮后壳的小米12S Ultra 您觉得怎么样呢 看到这款手机背面的第一眼 我的第一反应是 手机的后壳采用的是树皮材质 表面做了类似于公司级头层牛皮的纹理 触感确实是接近那种仿生皮革材料 甚至连官方推出的手机壳也是这种纹理 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莱卡在相机的身上 也同样使用了皮质的材料 毕竟这是一款与莱卡有合作的手机 镜头模组采用的是天元地方的设计 有一个很明显的大圆环 圆环的周围有一圈金色包边 雷军此前也在微博爆料说是23K的镀金 圆环左上角印着莱卡的英文字母 至于为什么不是可乐标 网上的很多推论说是钱没给到位 但这其实是莱卡的一个商业策略 想要用上可乐标 那就不能加手机厂商自己的标 可以参考夏普之前推出的Letsform 这款手机虽然是在夏普的机型上修改而来 但从头到尾都没有夏普的logo 看来莱卡还给自己留了一手 相较于上一代Ultra而言 机身厚度变厚了 边框变宽了 镜头突起也更高了 最厚的地方比11Ultra厚了1.6毫米 镜头模组也变得更大 看到背面的第一眼 外行人或许以为是一个相机 其实我更关心的是相较于上一代Ultra 这一代的R角控制如何 可以看到机器上半部分的变化不大 可能是因为边框变宽的缘故 R角整体看上去没有之前11Ultra那么突兀 内部显示区域的圆角和边框的弧度 相比上一代要更舒服一点 屏幕跟上一代Ultra相比 升级的点不多 同样支持杜比视界的观看 但从视觉的第一观感上看 屏占比反而下降了 在聊处理器之前 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影像的实际表现 因为今年很多长焦都在相机的硬件上做减法 最常见的就是砍长焦 比如之前的小米11Pro 至少还有个5倍的潜望式长焦 到了12Pro这里 直接主射和长焦两个都降级了 而12S Ultra在超广角跟长焦上还是保留了11Ultra一样的iMax 586传感器 将主射升级到1英寸大底的iMax 989 焦段是23毫米 并且用满了传感器的尺寸 4和1像素为3.2微米 跟Sony Pro i上的裁切板1英寸相比 才算是真正的1英寸 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和莱卡进行联名 在打开相机之后 会提示你有两种原生风格可以选择 分别是莱卡经典和莱卡生动 拿到手机的当天 我们就出去拍摄了一些样张 可以看到 莱卡经典相较于小米10Ultra而言 对比度略高 明暗对比较为写实 在这组场景下 莱卡经典的整体色调偏冷 对比度较为激进 颜色对比更为猛烈 能看出一定的情绪表达 缺点就是会牺牲一定的暗部信息 这差不多就是传说中的得位了 而莱卡生动的饱和度和亮度更高 整个画面看起来比较鲜艳讨喜 莱卡生动相对而言 会保留更多的画面暗部细节 给后期调色也留有更大的余地 而莱卡经典 它的对比度和饱和度会更加激进 通过牺牲一定的直出宽容度 来赋予照片更多的情绪 莱卡经典这个模式 我觉得会更适合那些不想后期 想直接拿来发朋友圈的用户 由于1英寸大底的优势 夜景的其他样张在宽容度 以及暗部噪点的控制上 也比iPhone 13 Pro以及11 Ultra要更好 除此之外 软件还内置了几款莱卡的滤镜 和MIUI自带的滤镜 而这个所谓的双原生画质 应该是在ISP阶段 算法就已经开始介入了 并不是在得到一张J-Page之后 再对成片进行后期的处理 比如分别在两种画质的选项下 使用赛博文革滤镜 会得到调色风格不一样的照片 在桌面往右滑 可以看到有一个镜头包 有三个通过主色裁切得来的胶段 启动F1.4光圈的35毫米黑白胶段 是模拟莱卡历史上最为经典的镜头 拍出来的照片有一定的叙事感和质感 它是一颗比较好讲故事的镜头 我最喜欢的也是这个 50毫米焦段跟长焦的人像模式类似 而90毫米就有点抽象了 不仅解析力低 而且成片率也低 感觉不如直接用长焦拍 官方说是有意把它调成朦胧的样子 反正我是有点欣赏不来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隐蔽的反向升级 就是主色的最近对焦距离变长了 我们实测小米10 Ultra 在10.5厘米左右还是有焦的 而12S Ultra的最近对焦距离在13厘米左右 可能是为了弥补这个问题 手机会在大约13厘米的位置 把主色切换成超广 这个时候就有焦了 但问题是超广的画质要差很多 而且并须化没了 观感一下就掉下去了 小米这么做的逻辑也可以理解 牺牲一点画质优先保对焦嘛 但有些时候我们更多的还是想让前景存在一定的虚焦 比如近距离拍摄这种实物的时候 前面稍微虚一点可以很大程度提高画面的立体感 所以像这种时候你可以打开设置 把近距模式关掉 AI计算方面我感觉也可以拿出来说一下 这个AI消除功能在许多场景下 不仅能分辨出不同的人 并且抠出来之后还能较好的填补消失的位置 除了影子不能跟着消除掉 虽然台积电骁龙8家的AI性能有一定提升 但处理器只是提供了一个算力保障 实际上消除的是否准确还是取决于厂家的算法 录像方面 由于这台手机超广角和长焦都用了MX586 所以依旧支持4K 60帧的这个录制 长焦端能在2022年支持60帧的4K视频 是非常难得的 主色在默认模式下具备一定的防抖 切换超级防抖模式之后 会裁切一部分画面 最右边的超级防抖模式Pro 则是切换到超广角进行裁切 画面亮度会下降一大截 虽然这是拍摄HDR的视频 但开启HDR的时候几乎不防抖 导致实际的成片率不是很高 视频录制方面也有一个亮点 它是首款支持拍摄杜比世界的安卓手机 但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跟苹果进行深度的对比 这个就等我们后续测试之后再做定论 处理器方面 我们直接上原神30分钟测试 具体的测试参数打在了屏幕上 结果如下 前9分钟可以稳定在55帧以上 10分钟屏幕温度43度 或许是因为镜头模组导异性的缘故 20分钟屏幕最高48度 比背面的43度低很多 17分钟后帧率一直维持在45帧左右 30分钟下来平均51.4帧 正反面最高温度在49度左右 游戏的帧率表现不算优秀 性能调度感觉有一些保守 但依旧比888和三星工艺的八菌要更好 显然不是以游戏为外点的手机 要想打爽游戏 还是老老实实买一个天玑8000或者其他游戏手机 但是你就得牺牲影像能力 如果你又想要最强的拍照又想游戏玩的爽 不好意思 这种安卓手机目前这个时间节点还不存在 关于电池的续航 小米这次在充电方面采用了两颗自然芯片 一个负责把控充电速度 能够带来电池寿命的提升 另一个有点像把电动车的电池管理系统用在了手机上 说是能提升3%到5%的续航 这一顿操作下来 属于是一次充电动用两颗芯片 不过在实际的使用中 从2%充到100%耗时45分钟 这个充电速度只能算是中规中矩 在无一天的综合使用下来 亮屏6个小时 最明显的提升就是运行一些常用软件 不会像11 Ultra那样莫名其妙的发热 感觉还行 或许是发布会前的高调预热 拉高了个人对这台手机的期望值 在实际上手之后 这款产品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 缺少了一些小米历代高光产品给我的惊喜感 比如小米一代 比如初代MIX 再比如快如闪电的MIUI9 这种每次看到新产品的惊喜感 在小米近两年的产品中愈发减少 但即便如此 它仍然是目前硬件配置最强的安卓手机 10年前来2012年 是国产智能手机崛起的一年 这一年的下半年 小米二发布 用1999的价格 让大家用上性能最强悍的APQ8064 在那一年 被冠以性能怪兽的名号 风头无两 这十年来 小米经历了一路的起起落落 而这款产品被冠以Otra的名字 承载着小米历代数字旗舰的任务 再次冲击安卓之光的位置 无论是否成功 都将是国产手机的 又一次尝试 我说 只有三个字可以形容小米二代 绕爆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